RM的GT 大家好 我是阿斯 那今天這部影片是 我有一台電腦 他的主機板我覺得太 太舊了 然後我要更換CPU 那 那我自己有一顆CPU是 i5 我記得是3350吧 我拿一下給大家看 好 就這顆 3350P 沒錯 那這顆 頻率 它上面是寫3.1 可是它這個3.1 不知道 不確定是不是最高頻的 好 不過因為我還沒有去管我看 它詳細規格 那我們就把它裝上去吧 那順便教大家怎麼裝 假設另外一顆CPU 確定它的腳位跟主機板腳位的 針腳是一致的話 像這個主機板是 1155的 1155的腳位 這個CPU也是1155的腳位 那就可以裝了 那要看一下這個圓點 圓點的話 我們就當作這邊左上角 這個是第一支的腳位 那我們就只要 只要 順著 我們的主機板的這個方向 正的方向 也就是 蓋子下來 有沒有 蓋子上去 那我們就對準正的地方 放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它的針腳裡面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個針腳千萬不可以用手去摸 因為它如果有一支歪掉 你就悲劇了 這主機板就沒用 那 那 大師的CPU 原廠的CPU風扇 已經不見了 我也找不到 所以我自己有一個 鍵準的 鍵準出的風扇 CPU風扇 這一個 這麼大一個 這麼大一個 好 那要怎麼裝呢 我們要把這個 這個套件 因為這兩個風扇 鍵準的風扇跟這個是一組的 因為它的風扇比較大顆 所以它怎麼裝呢 怎麼裝呢 它這邊有四個孔 假設你有額外買 那個CPU風扇的 你要確定它這邊有沒有四個孔 理論上都有啊 那我們要把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 拆下來 因為要鎖到 這個上面 也就是說 後面主機板這個 這個板子 把它拆下來 好 我們來拆吧 拆的時候要小心 就是 手不要去摸那個 板子 不是板子啊 那個針腳 那基本上 你有原廠的CPU風扇 風扇的話 就直接裝CPU 原廠的CPU風扇就好了 不用額外特別再買 我是因為剛好手邊有 好 這樣就拆掉了 我們就可以拿起來了 然後後面 後面應該就直接掉下來了 這邊就可以直接拆掉 這個 這個可以拆掉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再把 這個 這個 貼在 這個位置 你會算它 動作剛好 所以不用擔心它放不進去 好 好像有點髒齁 我們來清一下 好 好 剛剛大師把這個 風扇的那個 裝相反的 上下點倒了 那我們現在先把CPU放上去吧 好 那螺絲這個 蓋子也走上去了 好 這個要小心啊 確定 左上角 然後 它有防袋 其實你也不用怕裝錯了 OK 然後去問問看 它是不是卡住 卡住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樣子 往下 壓 它 這也是我都試好幾次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CPU 更換CPU就完成了 就這麼簡單 沒有很難 那 要在上風扇之前呢 我們要再先上 散熱膏 那 散熱膏 我是用 這一支 之前在原家屋買的 這個是 CP7 我記得是 好像是有人推薦我去買的 這個牌子 我忘記叫什麼 CP7 那我也用了蠻久的 我覺得還算蠻適用的 好 我們來 擠一個 一個 原點就好了 不用太多 因為它風扇壓下去 它會 擴散開來 所以 不用擠太多 好 我們來擠吧 好 我們來上 散熱膏 這個包裝 我就要每次 我就要把那個 塑膠給 拆掉 才知道 那還剩多少 那老實塗這個 我也是隨意塗 這樣就好了 現在有點歪 好 這樣 老實說這個 我也是亂塗的 大概大概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 CPU風扇 裝進去囉 那 裝這個其實很簡單 更簡單 這個比 CPU風扇還簡單 它是索羅斯的 所以你只要對好這四個孔 然後把螺絲鎖上去 這樣就好了 像各位觀眾如果說你要買比較大顆的CPU風扇的話 你一定要確保你的機殼 所以裝得進去的 要不然到時候不能裝也很尷尬 好 我們來 裝鎖 鎖螺絲吧 好 那我們這一 這一張主機板 GIGABYTE的 GA-BC5M-D3 其實主機板的CPU跟風扇都已經安裝完成了 那 原本主機裡面是這一個板子 也是自家的 是GA-12100N 那這個是 我記得CPU是 夢在上面的 所以你不能猜 它就長這樣 那這個效能比較差 那它就有兩個插槽 它是小板的 你看很小板 那 老實說這個 卡框還很新啦 所以 我要考慮要 丟回收還是 賣的 但這個CPU 老實說沒有很好 所以賣了 好像也賣不了什麼錢 我再考慮看看 但因為狀況都蠻新的 OK好 好 接下來我們把顯卡裝上去 這一個是 技嘉的GB R6-850C 1G 然後是AMD的牌子 那這個顯卡呢 是 在 我們社區的 支援回收 拿的 如果不確定它 到底是不好了 因為我們社區 只要支援回收 有人不要 那 有人需要的話 就可以去拿 那是 沒關係的 所以 基本上顯卡 然後 顯卡 硬碟是我自己有的 然後POWER也是自己有的 那 機殼也是自己有的 那 主機板 也是自己有的 那 只有這個是 從 社區的支援回收 從撿到 所以我不確定這個是不是 好了 我們等一下來測試看 因為這個CPU是沒有內顯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外接一個顯卡 那 主機板 已經 安裝上去了 安裝上去了 那 應該看起來都沒問題 然後剩下的POWER 跟硬碟 硬碟在上面 這個是 裝在車裡邊型的 裝在車裡邊型的 SSD 120G 施全的 那 這顆是 CGATE的 ETB的HD硬碟 那 這兩個都是現成的 就是 我已經有 沒有額外在買 額外買了只有主機板 花了460塊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只花了460塊 就 用了一個 新的電腦 OK 這顆POWER呢 是 海韻的SSR450RT SSR450RT 好 那 450W 然後我測過是好的 那 金牌 金牌的 所以 那這顆POWER呢 我也是在 這個是在 這個故事說老話上 我是在我們租屋處的 垃圾桶 拿到的 因為 我問房東說 欸那個POWER我可以拿 他說可以啊 就拿 你在垃圾桶裡面了 所以 他覺得沒關係 就讓我拿走了 那我後來測一下 這個POWER是好的 所以這個POWER 我也沒有花到錢 然後 而且還是好的 那能用 能用多久我不知道 對 呵呵 好 我們現在就是把線卡裝上去 再測試看看有沒有開機 那風扇用轉的話 就是彈溫告成的 希望可以 來吧 好 那主機有一些那個接線 像POWER的開機線啊 那 他這邊都有 這樣可能太遠 可能看不到 這樣子 通常啦 機格他附的那個這些線啊 他上面丟的標是什麼 像這個是標 它叫POWER LED燈 正 啊 負極 跟這個是正極 正極 正極 然後剩下的像這個 HD的 不是HD HD Audio 跟 USB的 他這邊都有做一個防胎 其實你只要對 看到主機板 長得很像這個接角的 你就把它插上去就對了 就這麼簡單 當然上面主機板有一些字啊 如果他上面有 有寫這些字的話 你就是對插 對插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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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比較簡單 一樣USB 然後我們就看板子上面的USB 來找一下 找給大家看 好 那我講錯了齁 上面有寫 有沒有看到 右下角這邊 我現在有點難 這裡 這裡 它寫Audio 那我們剛才那個 那個插座 那個座 我就把它插到這裡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 在 在 在角落 在 看到了嗎 有看到 藍色那裡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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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現在是USB 我就把那個座插這裡就對了 好 我們先來插一下吧 好 再來我們把機器裝上去 那記憶體 這一個牌子叫 科通 中文叫科通 科學的科 交通的通 那我自己還有一顆 十選的 2G的記憶體 也是 DDR3 E333 的頻率 好 我們來裝上去 就可以測試 開機了 然後順便把泡的線都 蓋上去 好 那我們現在都接 線都接完成之後 我們 開機吧 好 風扇有轉 螢幕 OK 有進到BIOS 那 基本上有進到BIOS 就算是完成了 好 那我們開機 也成功進到BIOS了 那我可以看到BIOS的版本是FC 那 CPU的頻率是3.3MHz左右 記憶體頻率是 E33 OK 代表CPU跟記憶體頻率 都有偵測到 然後 BIOS主機板的 綁號ID都有抓到 然後 系統時間也有抓到 那 硬碟也有抓到 我現在只有裝一個 SSD的硬碟 我剛剛把Hardy的硬碟拔掉 因為剛剛debug 那個SATA POR的部分 因為SATAPOR 有一個POR 偵測不到 我的硬碟 所以就一直無雄迴圈 一直重新開機 重新開機 所以 正買二手零件的時候 一定要具備debug的功能 就是你要會 除錯了技能 就是 是不是硬碟的POR有問題 還是POW的線有問題 還是顯卡問題 還是CPU有問題 所以 蠻花時間的 雖然二手便宜 但是二手 要付出的時間成本 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 但是我才買460塊 就搞定一台電腦 而且是4核心的 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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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也是算蠻快的 這邊 CPU 力 更新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關掉 速度還蠻快的 應該看很清楚 應該看很清楚吧 名稱是CPU Intel Core i5 3350P 核心大量是IeB的 Bridge 然後 製程是22奈米的 蠻久的一顆CPU 然後這邊是寫3.1GHz 核心的速度 核心的速度 這邊是 3.3千MHz跟1千6在互跑 好 也代表說它有抓到 主機板這邊可以看到是B75M D3H 那 BIOS 是 綁號是F11 那 是2012年8月23號更新的 然後是 MND 咦 不是MD MMI MMI公司的BIOS 那 記憶體頻率 OK 我抽到 可是為什麼這邊是665啊 我這邊再檢查一下 剛才我們在BIOS裡面是看到是E33 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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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Hz左右 所以不知道是CPU力的問題還是 持續表 OK 顯示卡有收到 是MD HD 6800 系列的顯示卡 然後 1KG OK 好 這次應該不用了 好啦 那 大師 花了 對 對對對 講說 要做個結尾 我們先看一下YouTube的速度 OK 開玩意都蠻快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YouTube的速度 怎麼樣齁 那我先搜尋我的頻道 那 我們先看一下 隨便一個好了 看那個天地節的招式好了 天地節的招式 就是 只是現在聲音是螢幕的聲音啦 所以會比較弱一點 這整體的知情速度都還算蠻快的 沒有 抵裂 就是有延遲的現象發生 然後是用1080p 都可以整場的 播放影片 都還蠻順的 然後跑的速度也很快 已經跑到這裡了 OK 那再看其他的 如果現在是4K的影片呢 如果現在是4K的影片呢 我們Google一下 4K 也沒有4K服役的 要玩到時候我的影片 4K服役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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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廣告 這是4K影片嗎 怎麼好像不太像 怎麼好像不太像 好我們看4K影片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CPU有四盒 沒錯 四盒 執行序 四盒 OK 那我們看一下打開4K的影片 廣告 那我們這邊看 因為我記憶體比較少啦 所以 到時候我會加到6G啦 到時候我會加到6G 所以 Utube的影片也不能開太多 那聲音就不開了 那 看一下喔 現在是1080p 1080p 然後CPU的 已經充到超人4%了 那我們看看 能不能開到4K喔 4K好像有點困難 喔喔喔喔喔 充到94% 91 OK 看起來可以順利播 看起來可以順利播 可是 CPU的使用率就很高了 所以顯卡還是有幫忙分擔一點啦 不過CPU就 所以4K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 沒有算很頓啦 都還算是很順 算順暢的 因為這台 我這台 原本 應該是要 我是要給我 家人使用的啦 那 我家人如果他沒有要使用的話 就是我自己拿去當備用機這樣子 就是剪片用 或是 嗯 就是備用機啦 對 那你說他剪片的速度 速度 一定是不會多快的 好 那 如果是10 1440的話 OK 就 1440應該是最好的 最順的 比較不會吃那麼多效能 那 720P 1080P 就是 最簡單的 OK 平均應該說是 30幾啦 算是 30到50左右 好 那我們來裝一下 記憶體好了 那我這邊還有一個 全新的 十全的記憶體 是之前 有一個 也是十全的 然後他壞掉 然後我拿去送 然後送一個最新版的 DDR3的 LGB給我 真的是佛心公司 好 我們來看一下吧 好 就是這一個 十全 他這個是有附那個 戰略片的 來 我們來把它裝上去吧 盒子應該是不可以不用留 然後就可以把它打開 它掉出來 然後裡面就長這樣 金光閃閃 散熱片 後面是我的序號 對 我的序號不能給你們看 遮一下 遮一下 好就是這樣啦 不能給你們看 就這樣 好 那我們來裝上去吧 好 好 那 把機器裝上去之後 欸 變死局了 沒有錯 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 二手的主機板 有蠻多問題的 一個是 有一個SATA的POR 沒辦法傳資料 那 機體它雖然有四個 slate的插槽 但 只有兩個可以用 另外兩個不能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 當時我在馬來加那邊 測的時候是 四個SATA都可以用 但回來之後 我這邊裝上去之後 就變成 只有兩個可以用 這樣子 就有點困擾 因為這樣只能裝到4G 因為我現在手邊有 兩G記憶體 各三條 那另外一條 我送你球還沒回來 所以買二手 大家還是要 一點心情準備 雖然 真的花 一點錢 但是 我也花了不少時間 在Debug 可能也花了差不多 三四個鐘頭 那影片呈現出來 可能才只有 十幾分鐘 或二十分鐘而已 所以 自己想要組裝電腦的話 還是要 應該說組裝二手零件的話 還是要有一點 耐心 跟一些 跟一些 Debug的基礎 那 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 也歡迎追蹤我的 呃 YouTube的頻道 然後記得按讚我的粉絲團 然後記得追蹤我IG FB 還有Twitch 然後 有些問題 就是 要遇到去 Google 那 想辦法把它解決 就是 學到的東西就是你的 好 那 希望我們今天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 按鈕鈴 鈴鐺 好 就這樣子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種 三七科技的影片 那 這一集就不上字幕了 因為 有點懶得上 哈哈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